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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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律师沈静佳 请问一下现场的来宾 你的保单有超过三张的 请举圈 有 超过三张 刚润和 你的命比较 不值钱还是怎么样 你几张 我一张也没有 你一张也没有 零 是 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我有保了很多险 包括除去险 受险 癌症险都有 那后来在调换群次工作的时候 他保费要保增加 而且增加很高 他保列为高危险群 会死掉的那种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警察的工作危险 我那个时候就堵一口气 不保了 那退休之后我想不行 我没有投保不行 最少要保个癌症险 还是保一个储蓄险 我要去保癌症险的时候 再重新要跟他投保的时候 他不让我保了 因为我那时候是急性胰脏炎 三酸甘油脂9000多 才能死掉 所以他说 你这个有三高的危险 是慢性病人 他说你要保可以 但是你必须的保费 要比别人还增加很高 那我想想 我现在算一算 怎么算都划不来 因为前面意气用事 退了保之后 后面再补 怎么补都补不回 俊宏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他的职务 他也没有换职务 他还是警察 可是因为可能单位的不同 危险性会增高 所以这样保费就要增加 其实增加的只有意外险 一般医疗险 不会增加保费 所以应该当初 真的是年轻意气用事 就是意气用事 对不对 不过其实刚刚俊宏讲的是 你要认识一些保险的朋友 就是这样 他可以告诉你 那保险有一些包括你的 你的保险金到底交了没 然后包括什么东西 那送金单到了没 这些其实是有一些 是可以包括研一下或什么的 所以不见得就是一生气起来 我不要了好不好 到现在后悔莫及就这样 可是你是一张都没有 施诚 你也不知道三张你几张 我本来只有一张了 除去钱后来也没有了 那是什么 因为我曾经保过两次 第一次是保过一年 第一年之后 后来我第二年没工作了 我就问他那我这个保费是怎样 你第一年没保 第二年大概就没得退 就是你保第一年大概就再见 后来我就保了一个除去钱 保了二十年就这样 OK 好 那接下来三位都是超过三张的 最分几张 四张 四张 请问一下四张一年保费 大概要叫多少 因为我们是有储蓄的 所以大概要 储蓄的就比较贵一点 对二三十万这样子 保费二三十万 可是因为是比较有投资 有储蓄的话基本上 因为以后可以 我们强迫自己储蓄 赞 对 其实保险的功能大概 应该也是这个样 那因为俊宏本身 本身是跟保险行业有关系 我等一下要问你 建家 你几张 我其实如果严格算起来 大概可能快十几张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保的 你弄那么多干什么 十几张 因为是当律师的关系 因为 因为当律师 他加入工会 他都会帮你保一个意外险 所以你加起工会 那个也算 如果再给他算进去的话 那可能快十几张 但是自己 自己 套药包买 买的话大概四张而已 因为两张是储蓄险 两张是医疗险 这样而已 那你大概一年的保费要交多少 大概也十几万而已 十几万 OK 好 那 俊宏你呢 我真的是最高的 我现在才发现 一定的 六张 如果照他的意思讲 我可能也十几张 如果把什么团险 都算的话 都算进去的话 对 而且陆续到期 所以现在交了保费 也是差不多六位数 大概十多万 十多万 你说因为已经陆续到期了 对 陆续到期 因为年纪也大了 所以接下来也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 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对 因为其实保险是这样 我当初投保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医疗 然后后来开始就很多人 就在讲说什么 重大疾病 癌症 对 然后现在又在讲长照失能 然后又讲什么 投资 储蓄 这些加一加 其实就 OK 好 那保险第一个 当然也要亮丽而为 就是说你保险的规划 大概一年的保费的支出 占你的总收入大概多少 第二个有很多人生活也会拿来当做 以后遗产规划的一部分 有很多都是这样 但最怕的就是 有些人就是觉得 很厉害 然后既然保险是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从中 再抹取一些 你们都想不到的一些利益 好不好 这是一个例子 老爸27年以前假死炸保 1138万 没事儿 儿子再犯 检方就批他很贪婪 师承 这是什么案子 你知道 我以前跑保险师 常听到四个字 道德风险 对 对不对 律师也常常提到 道德风险 当你把高额保险 就是保险的金的时候 你就会涉及道德风险 这个故事是 27年前一个姓吴的 因为他签六合菜 输了一屁股债 他想到用什么方法 他不是要去赚回来 他只要想用保险的名义 看能不能出险 就是他保了高额受险 可能不能自己死 他可不可以找到一个 快要再见的人 他就在一个淡水马街医院 找到一个姓罗的 发现第一个他病重 第二个他没有家人 但没有家人在这边 他姓罗怎么办呢 他就假装姓罗的家属 把他签出来 然后就把他签宴 签到了空总 签到了台大 签来签去 可能是舟车劳顿 19天后 那个姓罗了 真的就挂了 好热 然后呢 他死了 他不能出险 他就叫他儿子 姓吴家吴什么元 就不要讲 就出险跟这个 好像是国泰 领了1138万 医师勾结诈骗集团 诈保过程假系真做 医师勾结这种诈骗集团 然后还有假病人 都是健康的人 然后你虽然没有癌症 可是我们会帮你安排医生 让你接受一连串的癌症治疗 然后就可以申请理赔 每个人人头 给他50万到100万 他们就加入了 还安排他们开刀 他没事了 然后被推进去开刀 对 他们明明好好的 被贴掉 然后他死了 他死了 他不能出险 他就叫他儿子姓吴家吴什么元 就不要讲 就出险跟这个 好像是国泰 领了1138万 然后这故事2728年前 那这个故事没有被看 直到四年前 那个姓吴的真的挂了 然后他儿子再度准备出险的时候 发现说开什么玩笑 你爸不是已经挂了吗 对 然后包括警官他们去调查说 原来28年前 那个死的也不是你爸 后来就被起诉 可是因为 小五哥你是大律师 你知道吗 这种什么罪 28年已经过了法令追溯期 有个诈欺吗 对 诈欺这些 然后后来不是企图在诈保吗 那法院认为说 你诈保并没有成功 你家里有两个小孩 所以他就三个月徒刑 这个还可以银哥拔机 对 后来这个检方在上书 后来就是被高院驳回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故事 对 那 倾家 他儿子基本上 我觉得他儿子比较倒霉 对 因为他老爸是真的死了 对 但是他老爸用了别人的名字 去做这件事 对 这个部分其实我还特地去看一下判决数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有办法 能够把罗 对 他可以怎么样 怎么弄出来 原来他是 因为他刚刚不是有讲说 他一直转院一直转院 对 所以他后来在转院的过程中 可能兵荒马乱 他就把 就变姓吴了 把姓罗的登记成自己的 可能拿自己的身份证 是怎么样 转三次院 罗的就会变成姓吴的 那转六次以后 他又变成姓什么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可能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去柜台那边做登记 所以后面 因为那个姓罗他没有家属去揭穿他 OK 所以就等于真的是这样得逞了 而且一得逞真的二十几年都没有 没有人发现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个 讲贪心吗 还是讲一个 真的太乌龙的一件事 对 因为那个事件 其实应该就是 他用了这个保险公司用了三年 就是两年的这个 请求犬这件事情 所以才后面才有这些做法 那其实我们在实际上面 在诈领保险的时候 其实刚刚讲到有一个 两年请求犬 这个大家可能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它是在保险法第65条 它规定就是说 你要在得请求的时候 两年之内你要申请 那如果超过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 保险公司可以不理赔的 那这个得请求就是说 一旦可以开始请求的时候 就要开始申请 比如说1月1号开始 就出院了 有诊断书 收据可以理赔了 那从1月1号开始就算得请求 如果你是在第六个月 才开始 比如6月1号才申请 它一样还是会 从1月1号开始 开始算 整个两年这样 OK 另外甚至还有一些例子 我有遇到 就是听过一些个案 就是说 它可能像 通常会诈领保险金 都是因为欠债 对 比如说 在当时有一个案例 就是十几年前 然后新北市有一个建商 它大概也是负债了千万 那它的做法就是 刚好就算准台风天的时候 就开车 夫妻开车出去 然后就叫子女把车子推下去 诈领成功大概1亿多 这个夫妻双方就逃到国外去了 那为什么他可以得逞 因为其实你要建尸体嘛 才可以有死亡诊断嘛 对 可是他就用什么 他比如说就是失踪嘛 他就用失踪 那失踪的第一 一亿的保金 第一个保金太高 对 第二个人都不见 你说两个人找到一个 我也就认了 两个都找不到 然后保金又这么高 对 所以当然保险公司会怀疑 但是因为通常这个请求圈 跟刚刚的两年又不一样 失踪要7年 对 7年以后才可以请求 所以他是7年后 再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发现 保险公司当然也觉得奇怪 但是也没办法 就合理嘛 整个流程是合理 他就理赔了 可是事后 事后当然就是 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国外刚好这两位夫妻 他冒名的情况 就其中一位过世了 那就发现他是用假名 后来发现真名之后 追查回来 才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其实另外一种就是 如果以失踪的话 7年的这个 也很常在诈领的时候 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因为那个7年是因为 我们的法律规定说 如果要是失踪的话 要7年以后 才能够升级宣告死亡 OK 所以他一定要等 那段期间 因为要等你死了以后 他才能做这些事 可是这中间每个 从刚才这个例子 到刚刚俊宏讲的那个 最后第一个 我们的医院是三转两不转 连名跟姓都转掉 难怪会有这么多的 这很奇怪 而且这个人是 既然没有家属 没有什么 那谁来帮他办 谁来弄这些 都没有人问 可见我们现在的 医疗管理系统 当时的那个行政体系 所以真的我还采访过 很严重的这种医院勾结 医师勾结 这种诈骗集团 然后还有假病人 扮演真正的 假病人他没有得癌症 可是他就去接受癌症治疗的 这种案子 他们诈骗健保费 还有诈骗商业保险 健保费大概被诈骗了 一百多万 然后那个商业保险 大概有数十亿 因为这个涉及到 十家医院 七个医生 还有二十个假病人 然后这些假病人是怎么样呢 他们都是健康的人 可是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是刻意去找 一些比较经济贫困 较势的人 然后就跟他讲说 你来加入 然后给你保医疗险 癌症险 然后你虽然没有癌症 可是我们会帮你安排医生 让你接受一连串的癌症治疗 然后就可以申请理赔 然后每一个人 人头 给他五十万到一百万 其实不多 可是对于那些经济穷困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没有关系 额外的一笔收入 他们就加入了 结果这个集团是怎么做呢 他们是找了这些人之后 然后跟医生勾结 还安排他们开刀 所以这些病人 有的被开了 他真的被推进去开刀 真的 他没事了 然后被推进去开刀 而且他们还同意 他们明明好好的 子宫被切掉 卵巢被切掉 然后乳房被切掉 癌症完之后还要化疗 所以就有一个病人 他是直肠癌 然后化疗整个过程 真的被推进去化疗 有啊 就整个疗程都要完成 那搞到最后头发什么什么那些 他们就 所以这后来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会被打开 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癌症的病人 那个直肠癌的病人 他其实投保了十二家 那个商业保险 他总共理赔了 成功理赔了三千万 然后有一个切了乳房 他是成功理赔了五百万 然后医生拿到一点点钱 然后这些人只拿了五十万一百万 其他的都是给诈骗集团拿走了 然后可是有一些保险公司 他们就觉得不对劲 就发现说有一些人 他在化疗的过程 化疗的病人其实是病烟烟的 很不舒服 可是因为他们是正常的人 所以他们还趴趴走 所以就被保险员就发现说 怎么一点都不像癌症病人呢 所以就去跟踪 发现说他们还很有活力的 到处去跟人家唱歌聚餐什么的 因为我在化疗期间 我需要这样恢复我心灵上 我太伤痛了 然后没有 可是因为保险公司有这种警觉 所以就去报案 然后就去开始检方去侦办 所以这一件炸领案件 大概有被炸了十几亿 所以那时候这个医生 那几个七个医生 都被撤销他的职业资格 然后那些医院其实也被检讨 都被检保署 他们就说我跟你停止合约 而且还要追扣 追扣了大概两亿元的这种罚券 这件事情各位听起来 大概觉得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对那些好 你讲说穷苦人家或什么 就跟现在的炸七案 很多年轻人被骗 不要说被骗 就如果你贪图一点小力 去当车手 我告诉你那个结果 刚才那个案子 整个如果诈骗十几亿 OK 所有的这些集团里面 包括你明明没病 被当病的人 金家 损害赔偿怎么算 就是你被诈骗所有的金人 你跟他负一样的责任 就是你明明只是莫名其妙 好 我给你开这边一刀 我可以拿个五十万 那十几亿 你要付连贷赔偿 开心了吧 那一个刀 然后你身上背了十几亿 这跟车手一样 你以为我只是去帮他领了 这一笔钱 但是整个集团里面 算起来的话 他就是共犯 他就会是这样算 而且刚才讲的这些 这一千多万 所有这些 那医院呢 就莫名其妙东转西转 人就被转掉了 然后名字还被改掉了 所有这些人 大家都不用负责吗 都讲都是他们啊 我怎么知道 像刚刚施诚哥讲的那种 医院他可能开这个死亡证明 那个罗姓的游民 他可能不知情 不知情就当然没有负责 知情当然就要负责 那我们在办案的时候 其实怎么判断知不知情 很简单 其实就是看金流 对不对 你那个钱流到哪里 通常那个人就一定有责任 像刚刚小五哥讲的 这个车手的例子 其实实际上还发生过更 更夸张的例子是 帮里面的人 因为他们都会被 那种犯罪集团在机房里面 打电话什么的 他们都会限制他们的 行动自由 然后你如果叫外卖什么 有时候怕会被发现 所以他们会请一个 那种煮饭阿姨 所以煮饭阿姨到时候 也曾经有一个煮饭 也被判共犯 所以他也要负担 那些所有的那些钱 对 因为他就觉得说 我不够帮你们煮一天三餐 因为他觉得说 你应该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们每天在打电话 很无缘 对啊 所以这种 像这么极端的例子 当然这某种程度 也是政府在宣誓 打击诈欺的一个决心 但是像这种煮饭阿姨 他可能一天搞不好 赚不到一千块 但是他要负担 可能好几亿的损害赔偿 所以人家拍楼子不肯定 对 煮饭的 扫地的 所以主谋如果逍遥法外 然后结果这些人就 不管 因为你就贪图人家那一点 OK 那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例子 包括从这个案子 一路延伸出来 它都会有一个源头 任何欠债 赌博输了 对 然后因为欠下高额的 我没有办法 我慢慢赚来不及 我就走显路 这你们办的案子 应该很多都是这样 有 我讲一个很活生生的案例 在2009年 南投陷阱警察局 我的学长他们那时候 征办一个案子 那个女生叫林于如 那个女孩子才27岁 那为什么会 这个女生后来被判死刑 现在目前全台湾 唯一一个死刑犯还关着的 男子车祸痛失左眼 保险公司发现惊人真相 有一个灵性男子 整个车子冲到茶园里面 手一直捂着左眼 他讲说他是眼镜破掉 然后玻璃碎片扎到眼球 那后来他就 潜技师把他左眼摘除掉 保险公司就想不对啊 重启在帮他调查的时候 发现说你的眼球 疑似有可能是 哎呦 那个女生叫林于如 那个女孩子才27岁 那为什么会 这个女生后来被判死刑 现在目前全台湾 唯一一个死刑犯还关着的 他当时他的先生 姓刘 他是一个羽毛球的甲级选手 体力很好 他有一天突然上吐下泻 就送医院去急诊 那可是其中有一个护士 他发现不对啊 这个刘先生 他的老公 为什么他那个点滴 会变黄色的 一般生理食言水 就是透明的 那为什么黄色的 还有看到白色的粉末在里面 医生一过来 趕快拆掉了 趕快重新再施打生理食言水 那究竟就把他的 那个急诊室的病床 移到他那个护理站旁边 究竟看得到 那林于如不死心 他就拿了一个针筒 背对着 那些医护人员 从他老公那个点滴 那个管子里面 注射不明妖物 刚好被这个小护士又看到了 小护士就斥责他 你在干什么 他说没有了 我发现说这个管子 堵住了 我帮我老公把这个管子 通一下 通一下 你在骗谁啊你 然后他是不是就把这些 那个针筒 通通丢到垃圾筒 对 一般丢到垃圾筒 如果说 我很佩服这个小护士 通通捡起来 暗中的收藏起来了 那过了两个多礼拜 他这个先生又上处下谢了 那上处下谢了 这个太太林于如 又直接回到医院的时候 指定说我要住单人病房 他一样 把他注射不明的药物 然后他就赶快匆匆忙忙 跑去跟那个护理站讲 先生现在在抽搐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上去急救无效 那医院就 医生就诊断说 他这可能心肌梗塞 死亡 因为他才28岁 又是一个羽球 那种甲级的选手 怎么可能这样就很快就猝死掉 医生就开了那个死亡证明 还没有完全开始之前 他前面他的婆婆 刚好有保险 那有保险的时候 有一个保险人员 从业人员 要送了1000万的理赔金 要去到家给他的时候 一到他家发现说 他怎么他先生也死了 但是他这个婆婆 是在2009年的4月份死掉 他先生是2009年的6月死掉 那为什么两个才差两个月 两个母子两个相继死亡 那这个保险员就觉得 事有蹊跷 对 就直接报案 我当时发现说 原来她的母亲 也是一样心肌梗塞死亡的 追查这个灵性女子 赫然发现说 几个月前 她的亲生妈妈也是死亡 那死亡的时候是怎么 从楼上跌倒跌倒下来 墜楼死亡 当时林与如领了一笔保险金 505万 领走了 林与如说 我不知道啊 他们的命短啊 就是刚好碰到这种事情 你怎么可以怪我呢 可是那一刹那 小婚事就提供了 他说一开始 他先生住院的时候 我们在生理时间水里面 发现到的这些东西 我通通有保留下来 很仔细的化验 发现说 不得了 我们里面的一个学长 跟他讲一句话 他说这一辈子 你可以骗得了我们警察 可是你一定会受到 一样的报应 因果 这林与如突然一听 这因果两字 崩溃了 就崩溃了 他说没错 他先生是他害死的 他的母亲也是他害死的 他婆婆也是他害死的 他因为他签六合彩毒不过 他一个礼拜签毒的金额是50万 一个月等于是200万 所以他背负了巨款 总共保险金 他前面已经505万 他婆婆的1000万 他先生大约500到600万 最可怕是他亲生的儿子 他也保险 他们四个人统统有保险 如果保险公司 没有那么认真仔细的话 下一个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当时他被判死刑的时候 但是他讲说我的智商 他的律师讲说我的智商只有57 而且我有重度的忧郁症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执行 已经定验了 现在还没有执行 还没执行 可是这个过程真的让大家觉得 是害人听闻 只能用害人听闻来形容 而且如果这样 今天高大臣法医不在 要不然的话 我一定还是会问那句话 都不用相咽一下吗 都不用解剖一下 因为这种 然后就直接开一个心肌梗塞 就这样走 因为很多观众 对 你也许也是看电视 看电影 或看真正有词 你都会觉得说像这些事情 法医可能会要求要解剖 或什么 但上次我问的时候 高法医有讲说 因为当然也是以前一阵 然后再加上说 如果要是家属没有意见 然后你看不到明显外伤 那家属又没有意见 他可能就这样 可是这个案子你想想看 他妈妈这样也就算了 他婆婆才刚走 他先生如果又这样走 如果你是 你是检方 你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 我应该 我应该要好好办一下 对啊 这太奇怪了 而且还有保险金 对 又这么高 是啊 不然就是他们的家属了 那请问一下 最比包括刚刚一千万 他婆婆是一千万保险金 一千万 然后他先生有五六百万 那他妈妈是505万 他妈妈是505万 那显然这些 他就是用犯罪的手法去 对 那这些保险金呢 其实这个保险金 到底要不要赔 现在的情况是要赔 但是其实早期 所以早期其实保险公司 是不用赔 因为他认为说 保险公司是被害人 我被骗的 对啊 对 所以这个逻辑好像也会通 但是后来 其实保险的这个理论 一直在进步 他会觉得说像这种 通常这种炸饱的很常都是人伦悲剧 因为通常当受益人 可能都是家属 所以 你保险就是要照顾这种活在世上的人 那像这种人伦悲剧呢 有时候可能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小孩 怎么办 你全部都不支付他保险金 那小孩子谁来照顾 所以现在后来就变成说 如果你有受益人 受益人有多数人的话 那就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这样子一直往下排 你第一顺位 你炸饱了 那可能就换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这样来领 如果都没有收益人 那就由当作遗产 就给遗产继承人来分 这样子会不会还是会出现道德风险 我的意思是说 那有些人就是 好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弄完了 虽然我也知道我领不到 但是还是有人可以领得到 还是家里面的人可以领得到 那真的就是 他真的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很大的 对也只能这样讲 所以俊宏 对保险公司来讲 或是一个保险从业人员 对 一听到你的当事人 就是你的客户家是这么接二连三的 而且平良人 这种有一个最大调诡的地方就是 通常那个金额跟你的收入 对 不太成正比 对 所以你们都会开始会觉得怪吧 其实你知道每次啊 就是保险公司 一旦要求业务员就是要多签一张东西 你就知道一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财务 他可能财务收入跟这个保障不符合 他可能就要再叫他补一个叫财务告知 甚至要做一个电访的一个动作 所以变成说其实保险公司在这一块 他也在一开始投保的时候 比如说你多加保险 他就已经有疑虑了 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连线了嘛 对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查得到 所以保险公司通常会在前端 就做一些防治的措施 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是 是如果合理的情况下 那当然就还是会 会后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强 对 那比如说声吊 或者是用这个所谓的吊病例这种方式 是通常保险公司会最常做的一些动作 OK 好那这些都在告诉你说 你不要以身事罚 也不要想说 你最聪明大家都笨 OK 其实现在包括保险公司的 连线的作业 包括大家的警觉心 都非常的高 可是刚刚我讲说那个例子 只能说骇人听闻 施晨 说骇人听闻 你真的社会新闻你翻几下 三不五十就出现一个 对啊 真的啊 我跟你讲 我要现在讲一个故事 我得倒着讲 为什么要倒着讲 因为要从2016年开始讲 高雄的人物工厂有一个 叫做王老板 被砍了很多刀 他死在工厂上 那一度被误导说 是不是移工杀害了 后来发现不是 是他的老婆拿刀砍死他 因为他之前保了很多 包括意外险跟受险 后来检方检警调查出来 发现说更害人听闻的是 2013年他的次女 当时结案是 可能被人家非礼 或怎么样杀害 然后就 那个老板娘 就是王皇老板娘 就领了250万 包括受险跟意外险 后来发现不是 是那个王皇老板娘 亲自杀害自己的次女儿 加工杀害 给她喝了老鼠药跟甲醇 后来甲醇中毒 所以就变成这样 后来才检查出来 竟然是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一样也是欠债 婆婆爽领保险金 把离癌儿子当摇前述 她的老公就是得了癌症 去住院 她婆婆来喔 第一件事情她就问说 你的医院的诊断证明 有没有拿回来啊 我要去申请保险耶 因为她替她的儿子 保了很高额的医疗保险 如果申请回来 全部的钱拿去自己 出国玩啊 去买东西啊 又对一批朋友圈要说 我每天都可以領先 给她喝了老鼠药跟甲醇 后来甲醇中毒 所以就变成这样 后来才检查出来 竟然是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一样也是欠债 她因为养这个次女 她次女因为有 智力障碍的关系 那为什么后来又加工 伤害她的老公 可能是第一个 据说她的老公也想不开 因为酒病嘛 第二个 255万 2013年拿的钱花光了 所以后来又来这一笔 所以你看 如果不是后面这一笔 所谓的老公被她砍死 又要诈领保险金 不少前面那笔 2013年也是一笔 一笔诈领保险金的案例 对 其实在保险的时候 就我们本来以前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包括道德危机 这些 所以小孩子年纪太小 没有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保 对 对 这些法令其实也一直在做修正 不是吗 对啊 其实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是未满15岁的小朋友 因为道德风险嘛 就是这种虐待案件越来越多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买 一旦发生生故的死亡事件的话 它就只退还你保费 再加计利息给你而已 OK 对 它是用这个方式来保障 儿童这种道德风险 就不要你以为说 你可以领到一笔巨额的保险金 没有 就是你当初的保费 加一点利息而已 对 没错 对 你不如拿去存钱就是了 对 没错 对 也不需要 因为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效率上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是从这个 这跟现在的包括虐待啦 或什么这些 好像案例也越来越多 对啊 卫福部有统计 这几年的通报案件一直在增加 像2017年是已经到达快要六万件 比十年前多了一倍 整整一倍 然后这些通报案件都要经过审核 然后要去看 真的受虐很严重了 我们会派人保护 然后2019年 光是前半年 光是列入保护的个案 就已经到五千多件了 它比前一年 整年的案件还要多 然后就表示说 现在的受虐儿很严重 而且是真的要被保护 然后这被列入保护的案件 其实就有一些真的是 自己家长去打 然后让小孩住院的这种案子 然后呢 然后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申请医疗保险 包括住院的给付 住院给付都可以 还有一些失能金 因为现在失能什么 这种残障的给付很多 所以就有一个小男孩 他就三天两头在住院 住院的频率太高了 然后是保险里 裴员就发现很奇怪 什么 这个小男生 怎么身体这么不好 一天到晚在住院 然后他就去明查案发 然后就跟踪追踪 然后他发现说 其实这个小孩 男孩的爸爸有问题 因为他可能是不是欠了赌债 还是什么 所以他经常会 故意打他的小孩 把他打到受伤 让他住院 他就不用自己照顾小孩 因为小孩在医院 有人照顾 然后而且又有 他帮他投保 保险 每天有六千块的那种 住院补助 所以就很好 这样比他去赚钱 去上班都还好 所以这个小孩 就变成一个摇钱树 等一下 这个在法律上 有一个非常玄妙的 逻辑上的问题 如果那个小孩 因为保险一定是 你如果真的是生病 或是意外受伤 可以给付 我让你给付 包括住院这些 对 然后是他老子 没事 便利把他打一顿 然后你进去住院 基本上他被打 他是可以去向他爸爸求偿的 然后就要他去住院 我保险公司还要付他 那我保险公司 不会找他求偿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制度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太不合理了 对 其实商业保险 跟所谓的责任险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 求偿的一个动作 反正他就只要是 事件是合理的 有住院的事实 就给付啊 他不会去管后端 后端的事情 不过像我自己 有遇到一个例子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通常 保险的业务员跟理赔人员 都是第一线的这个把关的人员 所以像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他主动来投保医疗险 那大概也是差不多一年之内 然后他就去申请给付 他给付其实是很小金额 比如说他只是 膀胱发炎啊 贫尿这些啊 那就觉得还好 就住院几天 所以他就赔了 结果第二次很频繁的 就没多久 又赔了 可是上面一样是急性的 就一样是膀胱发炎 再加一个肝炎 急性肝炎 这个时候理赔人员就觉得 怪怪的 以这种状况 理赔人员有很多理赔经验 他就在第三次理赔的时候 就要求就是要 掉病例 所以他去掉了病例之后 结果发现病例里面 就出现了这个 藥物成瘾 这四个字 对 所以就因为这样就知道 他原来是有这个状况 然后就变成说 退保 退保就解约 可是我知道一些社会案件 这几年才发生了 第一个就是 你当你发生脚 结果发生残障 结果后来就是你们相关人员去看 对 残障还参加慢跑 后来就说 你是什么慢跑 还有因为遇到事故 然后眼睛瞎掉 他眼睛瞎了 开车 你怎么开的车 对 都是被 都是被那个 还有那个保险女朋友 还有就是对 也是眼睛有问题 然后来 快递 来签收 好 这样 OK好谢谢 你不是瞎吗 对 然后你还写成这个样子 对 就是在保险里面有个生存调查 他很严格 他所以有专门的声调人员 他不能 譬如说他在声调的时候 他约的时候 业务人员不能在旁边 他也不能告知他会问他什么问题 因为怕他们有串通 所以而且要亲自就是一定要见到面 然后面对甚至录音之类的 所以这个声调 然后就可以解决你刚刚讲的那些 那些问 在理赔之前做的声调 不过这些 刚才讲到的这些 说实话 你说用了别人 用什么什么 大家都会觉得说 真的是害人天悟 但是平常讲 炸饱的过程 然后我觉得 这些有些炸饱的案 让你最觉得肥琐是 是拿自己 对 例子里面有那种 把自己就金手指案例的 对 把自己的手切掉的 把眼睛戳瞎的 对 你都觉得很恐怖 这些人怎么对自己看着 嚇着有这种手 所以这个钳制 这要害死人 像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林姓男子 开着车子要回宜兰的罗东老家 可是站在那边的时候 他回到北宜公路 要往宜兰交界口的时候 他就整个车子 冲到那个茶园里面 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才打电话报案 报案说 我发生车祸了 麻烦你赶快派救护车来 那个林姓男子站在旁边 马路旁边 那手一直捂着左眼 那整个车子就是在茶园里 那如果以正常的逻辑的话 因为你在新店地区的话 你一定要折返回来 去新店的大型医院 比如说更差医院 那些那些 可是他不要 他说我要去宜兰 所以他绕了很远的路 去到宜兰的罗东圣母医院 那到宜兰罗东圣母医院的时候 他要拖了40分钟 他先讲电话 讲了快40分钟 他眼睛那样子 他还继续讲电话 对 然后医生就检查 你这个要转诊 你这个太严重了 就把他转诊到台北的身菌总医院 再回台北 再回台北 那后来他就跟医生要求说 我这眼睛看不到 这样越来越不舒服了 结果就请医师把他的主演摘除掉 整个摘除掉 眼球都拔掉了 保险公司就想不对 因为保险公司 有时候他们可能职务需要 比警察还厉害 他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他看到 这部车子如果说你的时速 不管 据林姓男子他说 我是只有时速到50公里的速度 如果你50公里的速度 到那个 那个查员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你的保险桿可能会插到 受伤 或者是你的其他挡风玻璃会有碰撞 结果他发现整部车 完全连保险桿都没有插伤 也没有坏掉 所以保险公司的人员就拿这些所有的资料 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你到新店不去看 你一定要到宜蘭去看 那又去宜蘭 调了他的宜蘭罗东医院的资料 说医生跟他讲 我没有教他摘除眼睛 我只是跟他讲说要观察 因为他讲说他是眼镜破掉 然后玻璃碎片扎到眼球 那后来保险公司发现不对 他在三军总医院的病例又不一样 疑似尖锐的物品插入眼球 那这些种种的疑问之后 他就请我们警方重启 在帮他调查的时候发现 这个男子原来是欠了一屁股债 欠了三千万左右 那他最近临时投保的五千多万 就是一幕就是我们的重伤害 什么一幕一耳一手一竹这种 就是赔偿可以两千多万 那所以他就自己在山上 把那个车子往山下推 打空挡一推 所以车子没有造成伤害 对 检察官觉得说不对 那你这个车子也不是自己 致壮下去的 然后你的眼球 医生的所有资料显示 也不是医生叫你摘除的 然后而且发现说 你那个眼球 也不是你的玻璃碎片刺到的 是有可能 疑似有可能是 自己弄 哎呦 那很可怕了 要除筷子就很可怕了 那有那么大的勇气 真的是 贴得就很可怕 你说金手指的案例 有人讲说要先打个麻药 对 那也就认了 你说 硬生生 就我干嘛手上拿着这些 喂喂 小伙子 你要示范一下 不是不是 很恐怖你知道吗 疑似了 当然检察官后来 但是保险还有一种纠纷 我们以前在学保险法的时候 就是各位 保险的时候 麻烦你有一些东西填清楚 譬如 很重要一个叫受益人 我们那时候在读保险法 有一个就是受益人 我问你如果有一天 受益人填的是 老公 王大明 那如果他们俩离婚以后 你告诉我发生事情赔不赔 你不是老公 你不是老公 但是我是王大明 他是我 但你不是老公 你管我是不是老公 我是王大明 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多 那因为受益人 这边有很多都是因为受益人 发生一些纠纷 对 而且甚至还产生家庭婆媳之争 婆媳的纠纷 究竟张翠芬 遇过什么因受益人引起的纠纷 因为受益人 这边有很多都是因为受益人 发生一些纠纷 对 而且甚至还产生家庭婆媳之争 婆媳的纠纷 就是之前有一个媳妇 她的老公就是得了癌症 去住院 然后那时候她小孩不到一岁 还很小 可是她就想说 这段时间应该好好的照顾老公 把那个病治好比较重要 很奇怪的是 刚做完话聊了疗程 老公回到家休养 她婆婆来 第一件事情不是问老公说 你申请好了没啊 不是问儿子 她是问说 你的医院的诊断证明 有没有拿回来啊 我要去申请保险 因为她替她的儿子 保了很高额的医疗保险 她只要去保了之后 她可以领三倍的理赔回来 结果申请回来 她一开始也先乖乖给她 然后就想说 婆婆领了之后 应该会买一些东西进补啊 帮儿子补一下嘛 结果不是喔 全部的钱拿去自己出国玩啊 去买东西啊 然后更夸张的 我生理养你这么久 终于你可以回备我了 光临一起投钱费 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总算有回报了 她就觉得说 这个婆婆怎么 什么事情都是以前为主 然后她就觉得说 奇怪了她老公 之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每个月的薪水 三分之二都是交给爸爸妈妈 然后所以怎么账户啊 那个存折印章 全部都放在那里 可是她婆婆啊 她等她老公生命之后 她就每天就到处跟人家哭 跟说 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没了啦 可是又对一批朋友 出去玩的时候 就要那炫耀说 我每天都可以零好几千块啊 很好啊这样子 她就觉得说 这个婆婆怎么看起来这么重 唯一是图 所以她现在就开始在想说 那她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那个保险受益人 药本人还有受益人 把它改过来呢 就他们自己去改 好 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那个受益人 他们自己改 可不可以 基本上本来就是 保单成立之后 药本人有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通知受益人的 但是所以刚刚以这个例子 应该是药本人是婆婆嘛 所以才要去改受益人 所以基本上通常 现在改受益人一定要清签 药本人清签 然后被保险人也要清签 所以药本人如果 药本人如果是婆婆 如果她们在 婆婆不知道的情形下 她们也没办法动 对 她们就没办法动 所以通常现在 的确有发生过一些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 譬如说你变更一个药本人 她可就要打电话 一向电访这个药本人说 你是不是有同意 要变更这个药本人 给旧的药本人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的确是一个事实状况 可是刚才 却飞的那个问题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 金家 那个存折啦 所有那些 反正把它暴湿 要不然再婆婆那好麻烦 我自己暴湿再去领一份 这个部分呢其实 她 因为现在老公 就想要把这个整个 药本人把它换掉 但是因为药本人 刚刚讲的是婆婆嘛 所以没办法 但是你被保险人 其实是老公自己 对 所以其实在保险法上 其实你被保险人 你可以去跟保险公司 去反映说 这个婆婆 这样子可能有一些问题 她是有机会把保险 把它杠掉的 那像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公 因为在住院 一直住院一直住院 她想要把这个契约 什么都改掉 但是如果说 她在弥留的情况下 意识不清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还能不能改 这部分呢 其实我就会建议 各位观众朋友 你最好在这种医院里面 你要变更这种保险契约 最好就是找公证人 或是找律师 做公证 正如说你在做契辩的时候 是意识是清楚的 而且如果要做这样的 区域变更的时候 找律师在旁边做 做这样的证明以外 也一定要全程入矣 对 因为要不然的话 律师也不够就是来当证人 对 然后对方也一定还做 所以这些 能够做得越完整越好 我自己所以有一个 蛮有趣的例子 他也是因为受益人的关系 发生一些纠纷 他就是一个儿子 他儿子跟我算是蛮好的朋友 然后他跟他妈妈 他说他单亲妈妈两个相依为命 结果儿子后来就是癌症走掉了 就白法人受黑法人 其实蛮悲伤的故事 但是他去 妈妈去查 发现说儿子生前有两个保单 一个保单是 受益人是写妈妈 但没问题 结果另外一个保单 是十年前跟前女 受益人是写十年前的前女友 妈妈还怀疑说 为什么会写前女友这样 结果就把保险业务员找来 才发现说 那时候他有一点用骗的说 他是要未婚妻的 因为其实我们保险法 并没有特别规定说 受益人一定要是特定的亲属 所以说妈妈当然是觉得说 当然这笔钱不拿白不拿 可是一定要透过前女友来拿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把前女友找来 透过保险业务员找来 然后好好谈说 我也是很难过 那我这个保险金我每分一分 你拿一拿 你看你要拿多少 剩下的给我 那当然这前女友觉得说 阿姨也是蛮辛苦的 那我就把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有送送礼物什么 有的没有的 把一些钱拿个十万块 一时一下就好了 结果都讲好了 结果这业务员消贪 他有点就是觉得说 这个前女友长得蛮漂亮的 然后呢 然后就想要亏她 然后就偷偷跟前女友讲说 我跟她说 其实这个阿姨 她还有另外一张保单 她没那么散 然后前女友当然就觉得 好了你跟我骗 你明明就还有另外一个 要一笔保险金 你在那边说你没钱 所以她一笔一毛钱都不给 就搞失踪了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觉得很生气 但是你告她的侵占 告不成 因为你根本没有白纸黑字 然后呢 最后就只要告那个业务员 因为她违反个资法嘛 你业务员不能随便 跟人家讲说 谁有几张保单 那到最后 妈妈没拿到钱 然后业务员又被处罚 没有工作 前女友就 钱卷了就炒了 最大受益者 OK 所以如果要是男女朋友 当然你说夫妻啦 或是像亲子之间 这些刚刚讲 母子啦或什么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要是男女朋友 现在如果要是去 要投保这些 当然还是有机会 因为实际在保险法的确 它只有规定要被保险人 有保险利益关系 那对受益人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规范 比如说它规定是要家属 还有所谓生活养己之人 就是给钱的人 然后第三个就是 债权债务关系 这些是他规定的 所以实务上面是 如果你投保的时候 你在不在这个三个范围之内 通常保险公司会认定 可能有道德风险 那他就不卖你保单 对 但是呢 所以现在变通的做法就是 你买了你可能先写 法定继承人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这些关系 但是因为在保险法又规定 要保险人有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所以他就可以做变更 所以这个时候譬如说 像我们之前案例有很多 像同志伴侣啊 比如说像小三啊 像这种男女朋友 未婚妻 他就可以把它写上去 但是写上去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保险公司 还是会做一些照会 受益人的人数 有没有限制 受益人的人数都没有限制 甚至基本上都可以 没有一个规范 但是甚至你还可以 像我有一些案例的个案 他是想要给这个流浪 流浪动物之家 比如说一些法人机构 基金会 也是可以列为受益人的选项 OK 对 你刚刚讲快一点 你刚刚讲的是流浪动物之家 就是法人机构 我主要他有些受益人 想要给流浪动物 想要给他的宠物 对对对 有啊 那国外 国外 国外有很多是这样子 但是在国内你说要这样 对 就团体法人或什么的话 当然也可以当 也可以 OK 好 那其实刚才所有的过程当中 要告诉大家就是 保险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他希望透过这个制度 让你发生一些处不及防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说身后的时候能够有一些 不管是家人或是自己 然后无后顾之忧 但是怕的就是有心人 把一个好的制度 变成了一个引起杀鸡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透过今天的讨论 也告诉你说 你没有这么聪明了 好不好 所有该防范的 大家也都知道 让他回归到正途 该努力赚钱的 自己去努力赚钱 然后呢 制度好好运作下去 就让他往下走 社会才会这样平平顺顺 OK 现场再次谢谢所有来宾 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正真有吃 我们下期见 拜拜